我上一次参加内观禅修的时候 临坐是一个从挪威来的美女 十天禅修结束时 她兴奋的撩起裤罐 让我看 我没看出什么 她又让我摸 我伸手摸了摸 也没摸出什么 她带着那种 简直不敢相信的表情告诉我 我来时那有两个不小的肿包呢 现在居然不见了 老师是说了 禅修就是对身心做手术 在她那真就立竿见影了呢 说是手术 其实是用意识 对整个身体做一遍又一遍的扫描 在扫描过程中 一发现哪有粗重尖锐的感受 就用平等心对待她 存在那的垃圾就被清理掉了 所谓平等心 就是觉察到任何一个感受时 即便难受也不称恨她 即便欢喜也不贪爱她 对她不起习性反应 用我的家乡话说就是 但着她不理 身体扫描就能使身心得到净化 神奇吧 来看看 禅修的源头是佛教 而后来被尊为佛祖的印度人 乔达摩西达多 正是通过内观 这个最古老的禅修方法 经过六年六个月的苦修 最终成了一个觉悟的人 也就是佛 他悟出的身心奥秘 大致是这样的 人的六根 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 这六个感官 一根外部的六尘 也就是色相生畏触法接触 人就会产生感受或者说情绪 如果心对这感受生起习性反应 也就是或称恨或贪爱 痛苦就开始了 而且这些夜袭也会以或粗重或精细的感受 积存在身体里 据说佛祖之前的内观禅修 只是关注到了六尘 引起称恨或贪爱 佛祖却注意到了两者之间还有一个感受 揭示出对感受起习性反应 才是一切痛苦的根源 所以内观禅修的老师说 佛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 是指引我们在感受生起处修慧 而修慧只需借助两样工具 就是觉知和平等心 这样就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了 要我说呢 这佛祖就是无师自通的情商鼻祖啊 西方心理学的情商理论说 所有的感受背后都是信息 有效应对它们就是情绪智慧 emotional intelligence 这根佛祖的觉悟不是入出一辙吗 佛祖说 生老病死苦 爱离别苦 愿赠苦 求不得苦 五蕴胜苦 这些苦放到今天 不就是叫做焦虑症 抑郁症 情绪障碍吗 西方心理学家总结出的那些 会导致焦虑抑郁的 distorted beliefs 不合理信条 不就是佛祖说的不敬念吗 区别可能只在 一个是学 一个是传到今天成了教 事实上 对于意识 情绪和身体的关系 西方心理学一直在兢兢业业的探究 也做了大量的实验 有一个开创性的实验就表明 身体并非只是对意识思维做出反应 但还能反过来对意识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实验中 实验对象被分为四组 在他们戴上耳机听音乐时 一组被要求做出奔跑动作 一组要摇头 一组要点头 一组是什么都不做 结果呢 在收听完音乐后 他们对音乐的评分 点头组给出的评分最高 明显高于摇头组 这个实验结束后 在他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又参加了一项 有关大学是否应该提高学费的简短调查 结果又是点头组同意提高 摇头组不仅不同意 给出的应收学费还要更低 而那些头部一直保持不动的实验对象 给出的学费标准 则接近实际收费 有意思吧 有了佛祖的教导 又有心理学实验的佐证 再加上自己亲测有效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是信了 改变我们与身体的关系 就会极大的改善我们的生活状况 身体扫描就是一个非常简单 又有效的方法 能够将意识与身体 整合为一个强大的 无间的整体 身体扫描简单的说 就是将自己的注意力 围绕着身体移动 在一段时间之内 以及无批判意识的状态下 让身体的每一个部分 都成为注意力关注的焦点 然后再把注意力抽离出来 转移到下一个要关注的部分 直到完成对整个身体的扫描 下面就试试吧 选择一个温暖舒适 且不受打扰的地方 仰卧躺下 你可以躺在床上 也可以直接躺在地板上 或者地毯上 如果你感到舒服 也可以裹一块毯子 闭上双眼可能感觉比较好 但是如果你不想这样也没关系 假如练习过程中感到昏昏欲睡 可随时睁开眼睛 花一点时间将意识集中到 你身体的某些部位 尤其是仰卧时 与你身体接触 或感觉有压力的部位 每次呼气时 让身体稍稍向下压入支撑表面 温和地提醒自己 这段时间要保持清醒 不要入睡 在此期间 你要充分关注自己的真实感受 而不是你认为它应该怎么样 不要试图改变自己的感受形式 不要刻意尝试更加放松 或者更加平静 这个练习的目的是 将注意力系统地放在身体的某个部位时 某些或全部身体感觉融入其中 有时你可能发现毫无感觉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仅仅注意这一事实即可 当没有感觉时 没有必要主观地努力想象 现在将意念引导到你的腹部 注意气息进出身体时 腹壁的变化形式 花一点时间感受呼吸吸气时 腹部起伏产生的身体感觉 连接腹部的感觉之后 像聚光灯那样 将意念集中起来 让它沿着身体向下移动至 双腿双脚 一直到脚趾 让注意力的焦点逐一放在每个脚趾上 并赋予它们一种温和而带有兴趣的关注 探索这种感觉 你可能注意到脚趾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一种麻刺感 温暖感 麻木感 或者什么感觉都没有 无论你有什么感觉都属正常 没有必要进行评判 尝试让感觉自由运行 吸气时 感觉并想象气息能够进入肺部 然后一直沿身体下行 通过双腿抵达脚趾 呼气时 感觉并想象气息 从脚趾 双脚 身体流过 最后从鼻孔排出 集中精力 继续关注呼吸 你可能觉得不太容易 掌握这一练习 不过没有关系 你只需要以娱乐的方式 尽力一试就可以了 做好准备之后 呼气时 将注意力从脚趾转移到脚心 让意识以温和和感知的方式 集中到脚心 然后让意念转移到 每只脚的脚背和脚跟 你可能注意到脚跟与地垫和床面 接触的地方 有一种轻微的压迫感 尝试让气息进入 你感觉到的所有部位 当你探索脚底的感受时 注意运行中的气息 让意念扩展到脚的其他部位 进入脚的顶部 脚踝 骨头和关节 然后更为专注地深吸一口气 让气息进入双脚 呼气时 让气息完全离开双脚 让意念集中到小腿 继续以同样方式扫描整个身体的其他部位 依次在每个部位停留一会儿 意念在小腿停留后 向上移动到膝盖 然后再到大腿 现在再将意念转移到骨盆 你的腹骨勾 外阴部 臀部和胯骨 注意你的后背底部 腹部 后背上部 最后再将意念转移到胸部和双肩 慢慢将意念转移到双手 将注意力放到双手后 你可以先关注指尖的感觉 然后是整个手指 手掌和手背 然后慢慢地转移到手腕 前臂 前臂 肘部 上臂 肩膀和叶窝 然后将意念转移到脖子 下额 嘴 嘴 嘴唇 鼻子 双颊 双耳 双眼和前额 然后让你的整个头部置于全部意念之中 你应该让意念在身体的某个区域停留20到30秒钟 不过没有必要精确计算时间和呼吸次数 只需要让注意力依次集中在身体的每个部位 时间长短自己决定 当你注意到身体某个部位存在较为强烈的感觉 例如压力 尝试让气息进入这些部位 深入感知 利用吸入的气息温和地将意念融入感觉 然后呼气时注意感觉变化 如果有变化的话 有时你的意念会不可避免地离开你的气息和身体 这非常正常 当你注意到这种情况时 只是温和地承认这一事实 在脑海中记下意念转移到了什么地方 然后温和地引导它重新返回你原来关注的部位 当你以这种方式扫描完整个身体之后 用一点时间让自己想象身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感受这种完整感 试着让所有游移的感觉进入宽敞的意识之中 感受气息自由进出身体的过程 要记住身体扫描可以产生极为放松的感觉 所以在练习过程中很容易睡着 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 没有必要责备自己 如果你发现自己总是入睡 可以在脑袋下放一个枕头 让头部微微抬起 睁开双眼 当然你也可以不再采用沃姿 改为坐着练习 最后需要提醒的一点是 大脑与身体重新建立全部联系 需要一定的时间 因为大脑中无数的网络需要重新改写和强化 这就像我们隔了很长时间去健身房 锻炼一块长期没有使用的肌肉 这可能会使我们产生一些奇怪和不舒服的感觉 当这些干扰因素出现时 我们只需要以友好和好奇的心态进行观察 其他什么都不必做 这种善待身体和意识的态度 就是前面说到的平等心 也正是禅修的核心思想